由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研发的新一代运载火箭系统星舰 20号首次试飞 但是升空数分钟之后发生爆炸 我们来看一下整个发射过程的回放 好 我们现在看到是早前应该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30分的画面 也就是星舰在发射之前的画面 那么SpaceX星舰即将发射 发射地点是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墨西哥湾的沿岸一个发射场 那么当时听到很多欢呼声啊 是在场观众和包括控制室的工作人员的兴奋的声音 最后倒数 六五四三二一 点火 那么SpaceX星舰火箭是人类游戏以来最大的一个火箭 它的总长达到119公尺直径式9公尺 发射时的全重量是5000公吨 无论从长度 重量 推理来算都是史上最大的一个火箭 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火箭的发射过程还是正常的 现在的时间应该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35分 那么要进入轨道之前呢 火箭必须有一个分离的程序 也就是新建太空舱和这个超重型的推进器的一个分离 如果这个分离不能成功的实现的话 那么这一次任务就不能完成 我们看到这个上面的亮灯呢 事实上就是33个火箭助推器的底部的那个光亮 事实上从发射开始33具引擎就有3具引擎失效了 而随着火箭逐渐上升又有3具引擎是熄火 不过不清楚原因 不知道是否是因为推力不足还是推力不均衡的原因 那么现在火箭已经开始逐渐的偏移轨道 我们看到 那么现场的光顾声似乎也沉默下来 那么现在看起来这是从火箭自身的摄像头的画面 那么现在大家已经很清楚地看到火箭已经开始翻滚 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那么现场的气氛已经是一片的沉默 现在距离发射过了大概是四分钟 然后火箭开始翻转 掉头向下 那么显然到这个时间点 这个任务已经失败了 我们可以看到 很明显的有这个火箭出现 这是火箭已经着火 听到很强烈的爆炸的声音 我们看到旁边的声音说 这并不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 显然也是如此 现在火箭 好 人的历史上最大的火箭虽然是成功地发射了 但是在发射后五分钟发生爆炸 并且没有完成进入轨道的任务 但是我们看美国媒体对这件事情的描述 是飞船在五分钟之后发生了爆炸 但是不能算是完全的失败 这是纽约时报的报道 那么埃伦马斯克作为SpaceX的执行官 他的意见是还会继续的尝试 好 我们看到的是SpaceX从发射到爆炸这五分钟的过程